谈旧医之事 旧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三福是一年中人体体表气血最旺盛的时候 一入福 一年一度的冬病下肢就正式开始了 一年仅此一次 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三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也是多种疾病的高发期 此时人体的阳气随之达到一年的高峰期 越来越多的人被口香溃疡 牙齦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所困扰 因此需要清热去火 还有很多人口蛋乏胃 食欲不振 需要健脾开胃 另外 闷热潮湿的三福天 人体还容易被湿血所清洗 因此就需要去暑去湿 入福以后 经常喝一碗三豆汤 能够清热解暑 健脾去湿 很好地针对各种不适的症状 哪三豆呢 黑豆 绿豆 赤小豆 黑豆有补肾易经清热之功效 绿豆有清热解毒消暑之功 而赤小豆有清热利尿消肿的疗效 三豆同食用是解暑清热去湿防病的佳品 绿豆是寒凉之物 而黑豆的加入对绿豆的寒凉性有一定的抵消 所以一些脾胃虚寒的人 特别是小孩和老人都可以喝这个湿 而且一直可以喝到除暑 也就是今年的8月23日 三豆汤不仅能够清热去暑 还能够健脾立湿 对于小朋友换肺子也有不错的疗效 那么三豆汤具体怎么做呢 准备绿豆、黑豆、赤小豆各20克 适量的冰糖 将豆子洗净混在一起 用清水泡一个晚上 把三种豆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以后 转小火慢煮三个小时 豆子开花以后 加入冰糖 继续再煮五分钟就可以用了 放凉以后 连汤带豆一起食用 温馨的提示 老人、小孩或者肠胃不好的朋友 可以用红糖代替冰糖 因为红糖属温性 第二 三豆汤一周可以喝两次 三复期间喝最好 最晚可以喝到除暑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